不是这个软件 这个server 但是这个软件呢 需要每个Windows上 需要连接到那个软件 就可以了 每个Windows上都有 这个Windows的软件 叫做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就在这 这个 看到吗 每一个Windows上都有 你在Wind 10上 Wind 7一找就知道了 然后苹果上 by default不带 但是在苹果上 你就写download 在苹果上Google一下 查download 它就给你download 这个软件非常的小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软件 下来有跟这个界面一样 Double Click 它就打开一个界面 问你你的地址多少 你打进去 就问你又是什么password 然后你可以按一个 记住我的password 然后下次你再进去 就跟我的一样 只要Double Click 一下就算 它就因为是 记住你的password的 而且这个password 足够复杂 它就不能再做 OK 这事后话了 不过这些呢 我们在这个免费的课上 都不提供 对不起 因为不提供软件 所以我们也不提供 这个online的平台 OK 那么好 大家很向往是吧 这个是 我的课呢 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应用最新的技术 是最最最全的 在所有的维多利亚课程里面 那么 我这个全部实现上线 所有的video 包括免费的课程 送课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网上有30个小时 免费的送课资料 都是自己下载 就可以了 然后 像是今天的20个小时 如果将来7周以后做完 我又有一个20个小时的 免费送课 那么就 加上这里 我有50个小时的 免费送课了 OK 那么 而且大家可以随时下载 它就在Google上 Google Drive上存在 随时可以下载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 今天课的内容了 这个介绍完了我以后呢 大家对上 对于我的背景啊 或者我能够讲这些课程啊 可能有一些了解了啊 我的课程呢 都是跟数据有关 它是跟分析和engineer 和工程 还有技术 这些有关的啊 这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我自己的课程 包括跟我上过 我的课的学生 cover了从中初级 从入门开始 然后到中级到高级 OK 这样的技能 它其实都有的 我们的课程 我的课程包括 所有的技能 包括所有的层面吧 OK 所有呢 对应层面的技能 我都可以带给大家学会 而且帮助你进一步的就业 不过今天因为不是公开课 今天我们是送课 所以我不介绍过多的课程 OK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今天就讲 就讲以上 OK 这个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希望呢 今天晚上到 其后的六个晚上 加上今天晚上 一共七个半晚上 六个半晚上吧 现在已经过了 差不多一小时了啊 然后呢 希望给大家一个 一个愉快的 这样一个 其后的七个碗 七个夜碗 OK 七个棒碗 那么就 那么什么是 Eso Eso呢 首先啊 比较简单的说 它是一个 是个表格状的application 它叫spreadsheet application OK 很简单 是一个 是一个用来 用表格来进行 数据处理的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它是个小的 一个软件而已 然后第二个呢 Eso 长年占据的 数据分析的 number one的市场 这是无可挑剔的 大家今天晚上回去 现在你可以查 在Google上查一下 就是找数据分析 你去查一下 有多少用Eso 这个我估计 大概不会 不会小于九成 就是说 大概 如果你看到 100个职位 里面有90个 我担保你会看到 要去用Eso OK 会Eso 而它会的Eso 不是简单的Eso 不是说简单 你会输入点数据 就像那个 很基本的 这个加那等于 那个算一下 不是这个东西 OK 它需要你 会一些高级的技能 那么我们那个 这个课程 cover不cover 会cover 但我没有足够时间 cover所有的details 因为我告诉大家了 我这课程 其实是三门课程的浓缩 OK 三门课程加起来呢 一共有75个小时 要浓缩在我们 这个20个小时的课程 所以 其实呢 是一个 比较吃力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跟校长就说 我说你要不然 你把那课程 把那三门课 降一半价 这就是你让学校 从学生直接学吧 对吧 你这送个课呢 我白费的劲上一边课 最后学生们还得上那个课 你说这不还啰嗦吗 对吧 那校长说不一样 咱们已经答案学生了 一定要说 所以这个我就 这个只能的就是说 我得额外花时间 我这个 没准备一小时的课程 我下边要花三个小时左右 就是连做slice 再演示 再优化这个slice 整个至少花三倍的时间 OK 所以这个很辛苦 没有办法 这个大家都是同一类的人 校长也是 也是tough的人 然后所以找的人呢 也都是我们这帮人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 大家都得好好的 这个努力工作 因为我们也不好意思 看着校长这么带头 我们也得努力 所以这个 虽然是送课 我都是 就是精进也百克备好 好 那这个第二个呢 大家毋庸置疑 对 你去到现在 你去Google查 你都能查 所以这个 如果你发现有100个 跟数据相关的职位 大概有90个 是需要会营造的 OK 当然会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偏重于某一个 当然他一定会说 要营造 OK 这个是这样的 那么好 那么 这个 对 Christina 这个是我不是说 我们送课 送75小时啊 是 是这个 是这个20个小时课 是从75小时 这完整的课程上 浓缩出来的 OK 所以呢 基本上是将近四分之一的 这个四辈子时间 浓缩成一倍啊 就是所以 其实很费劲的 大家知道 这个写文章 最难写的是 这个后边这个 summary 对吧 这个summary 最难写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所以呢 这个ESAL呢 它是 这个常年占据的 number one 这是肯定的 只要你用什么 就用这个啊 刚才Marie已经说了 昨天还收到一个offer 就是我们同学还拿到了 这个 现在呢 在其他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在其他的培训机构 都是 从今年二月开始 很多几乎都是零 都是剃光头的 没有任何学生拿到offer 而我们这儿呢 到现在为止 这个人是第九个 就是在我们的课上 拿到offer OK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平时的 差不多 就是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吧 那也不得了了 对吧 那么 就是我们上一期 大概将近四十来个 五十个 差不多 那这个呢 基本上我们是 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的样子 拿到offer 几率还是挺高的了 那么 就是四十来个 这个新的学生 那么呢 四九 四十六 差不多吧 所以这个四分之一 就是将近 百分之二十左右 还是这个 这个拿到高 offer率还是挺高的 OK 所以 那么就是说呢 因此这个 我们第一呢 是 我认为呢 我们有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实这个 远不止学个 以扫那么简单 就是你想拿到offer 远不止拿到 远不止学个 以扫那么简单 那离你拿到offer 还有相当的巨大 所以那个 因此呢 我们欢迎大家 听我们的公开课 我们的公开课 从两周以后就开始了 每周六 周六下午就开始了 OK 两周以后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 另外呢 它是一个product of Microsoft Office 的产品 就是说 它属于 Microsoft Office 你也可以说 ESOL is shipped from Microsoft Office Office 是一个整体 你一装 它可以把ESOL Access 什么 Portpon Word Outlook Email 这些全部都装进去 它是一个家庭 好 那么因为 Microsoft到处都是 只要你上班的公司用 公司99.99%吧 我可以说啊 不能100% 99% 一定是用Windows系统的 所以你上班 它寄给你的电脑 一定是Windows的 在Windows系统 就一定会用Office 就一定会用Microsoft Office OK 那这是肯定的 不管你是运行在local的 还是运行在cloud上 那都是要用Office的 那么Office 这个就离不开 这个ESOL就离不开它 所以好 那么下边呢 就是它被所有的 就是这个业务部门采用 所有业务部门 几乎无以例外 全部使用Excel 来处理数据 这是肯定的 当然 它会有其他辅助的工具 但是它一定会用Excel OK 那么就是 Excel呢 总体来说 从它的使用上来说 或者是从它的使用目的来说吧 基本上我们谈盖三个层面 就是总结了三个方面 我们叫这个three major aspects about ESOL 那么ESOL呢 基本上三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层面 就是它用来做数据存储 就是它是存数据用的 它是个carrier of data 第一个问题 好 大家先别着急啊 这个很多人着急 马上要找Google站的链接 对吧 这别着急啊 我这个先上课 现在给大家看看 大家光去找那去了 就不是专心听课了 是吧 我一会课间休息再发 OK 这个有人着急 不用着急 每人都有份 OK 这位叫乔的同学 对 每人都有份啊 这个不是说的来往就没了 放心 好 那么第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storage storage功能其实涵盖很多 比如说数据录录 然后存在文件里面 这也是Excel的storage功能 对吧 然后大家存好了以后 把文件互相exchange 比如说通过这个email 把这个Excel文件发给你 打开这里面就有数据 这也算是storage 对吧 好 所以这些呢 Excel其实这个storage的层面很广 它包括存储 包括entry 包括exchange right 还包括这个 就是什么什么 数据一些简单的一些 一些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说eventry也好 还是数据的处理也好 其实都是属于eventry 就是属于storage 第二个呢 是计算 Excel用来进行计算 那么最显著的计算 可能人家听说过 Accounting 对吧 Excel的最基本的 其实这个原始的设计 它是面向Accounting 它为什么叫做book 对吧 可能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名字叫bookkeeper 对吧 就是Accounting 就是bookkeeper 就是说 记账于故纪员 然后呢 这个Excel呢 它原始把这个 Excel文件就叫做workbook OK 所以这个一看 就是知道了 workbook bookkeeper 这还要有联系 对吧 所以Excel最最一开始 基准就是面向 Accounting 但是后来呢 它随着功能不断扩展 随着计算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电脑系统的不断强大 那么它的作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OK 那么 因此大家广泛使用了 它的后两个功能 以计算 这个Storage的功能 存储功能 反而变成最基本 OK 那么它就 什么呢 就是第二个变成了 计算和处理功能 好 计算和处理的区别是 计算几乎是面向于 就是inside这个Excel 就是在里边做计算 而处理是把Excel 进行作为一个平台 来进行大量数据的整合 所以这两个 一个不同是 计算是piece by piece focus在数据本身 而处理 focus在这个整个的流程 计算的效能 处理的效能 这个处理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我们叫statistics 就是它统计方面的 这种处理 还有呢 就是整个的自制化过程 OK 所以处理关注的是 更复杂的这个 当然计算包括在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三个层次 其实是互相依赖的 没有Storage 哪来的数据呢 没有数据哪来的计算 对吧 没有这些计算功能 这个处理就不成立了 因为处理 其实是把复杂的计算 变得自动化 变得简单 所以这个处理 是基于计算的 而计算是基于 这个数据存储 OK 那么底下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底下Excel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效能 OK 那么存储是什么 存储呢 有很多体现 第一个 所有的数据 是以Excel形式存储的 这个呢 大家毋庸置疑 你到Business去看 人家给你发来的数据 不管通过Email 还是通过Network Share 扔到那个Share Folder上 你说你去取吧 就在那上面 对吧 你去点那把数据 download下来 那么不管是经过什么 99% Business里边 几乎全是以Excel 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 因为它用的很普遍 所以几乎所有的工具 和应用系统 都把Excel 作为它必须要支持的 一种数据格式 这是肯定的 比如说Tableau 这个Reporting系统 比如最新出的Power BI 当然它更是支持的 因为它是微软的 自己的 那么还有呢 很多工具 包括数据顾系统 包括各个什么 它说只要说Touch Data 不管In and Out 它一定会支持 以Excel格式 OK 因为这是它作为一个长久 能够广泛被应用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跟人家不兼容 人家没法用 OK 这道理很简单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它是Widely Connectable to所有的工具 这是刚才我们说了 对吧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 它可以跟 这个 可以从 从别的地方Connect来 它也可以Connect到别人那去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把数据Transfer 或Connect 跟其他的格式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用来 给数据做录录 对数据做铰验 等等等等 这样的工作 它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数据录录和铰验的 这样的功能 因为Excel本身 可以Format一些东西 然后呢 可以铰验出去 所以随着你不断在录录 它就随时在铰验 如果你输错了 马上它就告诉你 这个就不错了 OK 这个都是一些 一些相对自动化的功能 那么 还有呢 就是Business一般 都是通过Excel这个格式 去Share Data 这是几个层面的应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除了前半部分 来介绍一些基本概念 后半部分 我们开始动手做东西 这个大家说 老师你这课程 是不是念slides 不是的 我的课程 一律都是以动手为主 但是在动手之前 我们先做个准备吧 先得热身是不是 你就是跳泳池游泳 你不还得先得撑一身呢 顺身筋呢 对不对 不然你跳 你得抽筋了 这个我们也是这样 先做一些热身 先做一些基本概念 了解一下以上市场 然后我们就开始 因为这里头需要 需要讲解几个 几个 几个这个最typical的 用得上的一些词 因为我们后面要讲 就要用一些词 那么好 底下呢 以扫的计算功能 第一个 它一定是很容易用 如果是设计的 这东西很复杂 就没人用了 它流行不起来了 对吧 所以第一个要点 它一定很容易学 第二个是 它非常的powerful 它的计算功能 非常强大 后面大家就看到了 以扫非常聪明 OK 我们的课上呢 在我正式的 上以扫的课上 我们讲到第二节课的时候 就是这一轮 有个同学 发了个message 在这个课堂上 发了以后 就是说 我用以扫十年了 他说我是这个 在accounting 然后后来又做这个 这个logistic 就是这个做什么 做物流这边 然后说 我一直用以扫 我用了十轮年以扫了 您这个两节课 还没到两节课 已经让我重新了认识以扫 说这个 把我的 对整个改变了 对以扫的世界观 整个把我改光了 对以扫认 我对以扫认 直接上了一个层面 因为您这个讲解 这个方法不一样 就是切入点不同 OK 所以 反过来说 就是以扫的三层应用 也对应了以扫的三种人 就是讲以扫的三种人 第一种 是纯做business的人 这个人呢 他基本上告诉你 business怎么做 但是他以扫讲不深 也讲不透彻 因为他不懂技术 这个他又 他给你能讲出来 也就是他能认识到的 这个认知的层面 第二种 就是呢 这个做数据的人 这个呢 基于两个中间 他也懂一点技术 也懂一点这个 但是呢 还是那样 真正到这个 以扫整个的高级应用的时候 我认识很多人 所谓教以扫的人 最后呢 一问 他其实根本就不懂VBA的 不懂VBA 他自己怎么教啊 对吧 因为这个VBA是以扫的 中级的这个水平 就是说 以扫分三个水平 第一是初级 会数据和基本的计算 第二是高中级 会复杂的计算 就是会 你会几层迭代 几层方神 这个需要逻辑了 第三层就是VBA 就是所以呢 你要是说你是Senior 人家就认为 你一定会VBA 你不会VBA 你不可以说你是Senior OK 就这么简单 那么